美国联邦储备局将在本地时间星期四凌晨宣布维持或收紧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经济师表示美国经济与就业数据持续向好 加上联储局承诺维持低利率 所以就算退市可能带来短期震荡 但是长远来说不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记者聂国威报道 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下 联储局每个月为市场注入850亿美元 有经济师认为本地市场一味退市做出调整 产业股近来纷纷下滑 利率也逐步回升 而虽然上个月非石油国内出口意外下跌 但对美国出口不受影响 而联储局缩减量化宽松规模 晚期内可能导致大量资金撤离亚洲 不过一些经济体如新加坡 香港和韩国 由于经常账目健全 所以将有能力应对 不过经济师也警告 一旦退市的规模敲定后 房贷率率估计将会上涨 因此购物者不要过度借贷 以美利率上升时影响偿还能力 金融管理局已制定预防措施 包括设下总债务偿还比率 以及每月贷款偿还比率顶限 限制买家借贷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